《岛羹座》是由日本漫画家洪坚现实创作系列漫作品,同时《岛羹座》也是该系列的主人公,该作讲述了《岛羹座》在日起初之中打拼的几十年历程路程。 据日媒报道,《岛羹座》的外传漫画《长岛羹座》特别添付着《风花林子之列》将于5月24日开展,并且该作还将被改变为真人电视剧,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 《岛羹座》系列漫画在今年迎来了35周年,目前回《长岛羹座》漫画正在《Morning》上连载。 《学生岛羹座》就职活动片,正在讲坛设《奇效》杂志《Evn》上连载。 而最新的《外传漫画》,《《会长岛羹座》特别添付着《风花林子之列》,即将于5月24日开展在《Morning》25号上,届时将一次性发表六话。 《该外传漫画》主要讲述了《岛羹座》担任会长后,与殖民电器制造商的女性部长林子之间的故事。 据悉,《会长岛羹座》特别添付着《风花林子之列》还将被改变为真人电视剧,将事业女主角林子。 凭前文将负责交本,日志标题将改为《部长风花林子之列》,预计将于2018年7月播出。 《岛羹座》系列作品包括《客长岛羹座》、《部长岛羹座》、《董事岛羹座》、《青年岛羹座》、《主刑岛羹座》、《厂物岛羹座》、《专屋岛羹座》、《社长岛羹座》、《会长岛羹座》以及《学生岛羹座》。 本部作品的背景是从1980年代前半的《日本经济低层》,长期开始,通过同年代后半的泡沫经济时期,直到1990年代初期失落的20年前戏,现实并生动地描写了大企业的竞争、大企业内部的派别斗争、工作在经济活动末端的上班族,特别是团块世代的各种形象。 本部的主人翁岛羹座是属于团块世代的,是一个在大型电子产品制造商,主持电器产业工作的上班。